我们前面把DNA复制的流程为各位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我从分子的角度再讲一次 DNA在整个复制过程当中它是如何运作的 那我们用看这个用这个图来解释哦 先解释一下这个图在说什么 你看到这个五角形就是五碳糖 而这个五角形要看哦 有些五碳糖是核糖 有些五碳糖是去氧核糖 就要看你现在讲的是DNA还是RNA的 这个五角形就是五碳糖 而我的糖得用有字边 因为有两种去氧核糖或核糖 然后画这个淡蓝色的是含氮碱基 可能是ATCG也可能是AUCG 你就要看我现在描述的是DNA还是RNA 接下来那个菱形的橘色的就是磷酸 好的那我现在画这个分子是什么 就是有五碳糖有磷酸有含氮碱基 它就是核甘酸 那现在呢这个图中会画的黑色浅蓝跟橘色 这一条就是DNA的旧骨 就称为核甘酸链 那另外一股怎么不见了 我没画 因为事实上应该是两股啊 另外一股被打开了啊 被解学面打开了 所以我只画一股 好画了这股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引发酶 就会去辨认这边特殊的片段 比如说这边是 假设A啦 假设C啦 这G啦 假设 它就会对哦 对这个核甘酸 但它对的呢 这边却对的是U 这边对的是G 这边对的是C 哦怎么是U呢 我现在画成红色五角形 深蓝色跟红色的菱形的这个 它是核甘酸 不是去养核甘酸 它是RNA的原料 好 当我第一个核甘酸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核甘酸来了 我怎么形成间解呢 你看它是不是三菱酸 我在这边打断 打断这个件 形成这个件 我现在圈起来这个件 是供价件 好的 我再组装出RNA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我现在做了三个了 我的那个 切断之后 我的掉下来的磷酸根 你看我一打断 是不是这两个磷酸根掉下来 这两个磷酸根 我们一般英文叫做PPI 或是写成P P 然后画起来是两个菱形 它其实是两个磷酸 连在一起 而这个构造 这个分子有名字的 它叫胶磷酸 烧胶的磷酸 就是呢 因为它两个磷酸根 脱一分子水连在一起嘛 所以就好像加热脱水 所以它叫胶磷酸 也可以叫胶磷酸根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原料都要三磷酸的核干酸 因为才有能量啊 当我打断形成胶磷酸根的时候 我才可以在这边形成这个供价界 形成这个供价界 好 我不论怎么样 我形成了 登登登 我以这个图来讲 我形成三个长度的RNA影子了 好 事实上RNA影子 不可能只有三个核干酸 它有可能三十个核干酸那么长 我这边为了简单表达 这就是RNA影子 从这里到这里 影子出来了 前奏下了 此时DNA聚合酶 才顺着五prong端的一边 三prong端 往后面开始做聚合DNA的动作 好 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这边是五prong端 而这边是三prong端 No 所以以后你看到分子的时候 你要赶快想一想 它的五prong跟三prong是怎么确定的 好 你看我以下面这个图来讲 连着寒氮解击的 就是一号碳 依序为一 二 三 四 五号端在外面 所以这个走来讲 这边是三prong 这边是五prong 以这个黑色来讲 那看上面呢 连着寒氮解击的是一号碳 然后这是二号 这是三号 这是四号 五号端在外面 其中这个二号碳呢 因为它是RNA的分子嘛 它是不去氧的核甘酸 这二号碳连的是OH 而这边的二号碳连的是H 因为这边是DNA 好 所以我只要知道寒氮解击 跟其他分子的位置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碳的编号 那这边是一二三四五 你看三在这里哦 所以这边就是三prong 那五在这啊 这边就五prong 好 五是头 三prong在这 我们的DNA和GMA 顺着影子的尾巴 往后面延伸 就了解了 所以影子要分子一画出来 它的方向性 就马上确定 而且上面两股方向是颠倒的 这边是五 这边就是三 好 那我的DNA和GMA 又开始做聚合了 怎么聚呢 就假设这边是A 这边是T 这边是C 我的A要配的是T啊 此时来的是 三磷酸 T就是核甘酸 这边是T 好 来的也是三个磷酸哦 过来之后呢 你看到没有 又来了 这边打断 形成这一个见解 所以这也是一件事情 不论是你要聚合RNA 还是聚合DNA 原料都一定要是三磷酸的核甘酸 才有能量 好 第二个来了 一样这边打断 形成这一个见解 好 后面就以此类推 就形成一成一长条的 心骨DNA 好 这是DNA 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颜色 因为这边是DNA 这边是DNA 心骨就出现了 好那往后做做做做完就算了 这一侧的另外一边 也有DNA剧原料走过来啊 从那边坐过来了 做到这次发现 这不是RNA影子吗 我做的是DNA啊 怎么会这样呢 他就做这个动作 把它吃掉 这个拿掉 新的DNA原料进来 好 怎么进来呢 就 就形成见解 又掉了胶磷酸根 就这边打断 然后这边去形成 跟这边的见解 对不对 所以后面是一样的 就这个取代换个新的 这个丢掉换个新的 不过 做到最后面出现个现象 我把这个加下来 取代之后 哦 各位有看到一件事情吗 我现在缺了这一个 供价键 看好在这里哦 我现在把红色的取代掉之后 这个供价键 不会形成 因为我这一个打断见解之后 我是形成跟他的供价键 可是我现在圈起来的供价键 没有形成 登 好啦 我坐到这里 我把RNA取代掉了 我现在这个缺颗 就缺颗了 这个缺颗没有形在 连在一起 所以我在前面说 我的DNA聚友梅 往后把影子吃掉 或留下个小缺颗 就是指这个见解 没有形成 怎么办 DNA连接梅 花能量 形成供价键 就好啦 所以DNA连接梅 它做的动作叫收尾 就把那供价键给它形成 从此之后 下面为旧骨 下面为新骨 这就是半保留复制的过程 所以当你看分子的时候 你要知道 谁是DNA 是RNA 方向性 为什么要三菱酸和甘酸 或是三菱酸去氧和甘酸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以上是用分子阶层 描述DNA 在复制的过程 1 5 5 6 6